老婆一美为一答 回答一下臭婆娘的养问题 然后呢感谢臭婆娘的关系 我老婆现在没啥事了 从医院出来了 第一个臭婆娘说 这个我家的木兰养了三年了 从钓叶子过后就半死不活的 姜苗了现在都不是 泡点杀菌药吧 你现在因为是 之前你得过病了这个花 所以说呢该给他泡一些杀菌药 要泡一些杀菌药 再有一个呢兰花这种 你老是水多 它长得也不是很棒的 别的没啥 兰花也需要施肥的 虽然说兰花叫燕肥之物 就是说它本身是怎么着呢 它的根系可以分解 就是你像你质料里边的这 树皮花生壳啊 包括空气里面的一些 个水分和养分能够吸收 但是呢也要适当的用一些肥料的 千万不要用多了 下个时候我说帮我看看 这种花 这我解的 买回来就没换盆 把根埋到就养了半截 埋的这不都太深了吗 一会儿我们说过无数次 种花的时候不要埋的太深 巴拉巴拉把表面的土露出来 用的这个盆也太大了 这种怕闷根 这个花是喜欢水大 但是怕闷根 就打个比方说你也喜欢游泳 但是我能把你摁到湖底里边生存吗 不可能吧 会淹死了 下个作宝说 这个咋的了 出牙的就不长 还是土不行 还是有些黄花病啊 还是上病了 这就是黄花病啊 像一般嫁接的这种 总会上病 我之前那个也是 之前那个花肉借过来的也是 我用了一些杀菌 要喝繁菲水就给它拌了 你这个土也很一般啊 别的没事 下个作宝说 老花医救救我的龙血树吧 你把上面锯了 我看你上面现在留的就是当那个什么了 当一个植物架了 龙血树没啥好救的 上面都死透了 下面都是涅槃重生的一些个 把表面的土松一松 挖出来 然后用一些有机肥 或者是微生物菌肥 这求助老花医收到的月季干的不行了 怎么做到损失最少 没不带叶的枝条全剪了啊 没事 这个月季不怕修剪了 月季很难修剪的 下个时候我说风车茉莉叶子这样的花白的 是缺什么元素吗 你这是风车茉莉啊 这不是出锦了吗 还什么白的呀 出锦了这种值钱啊 啥叫出锦 看到没 这一桌 明白了吗 其实很正常啊 别的没啥 好了 既然养问题比较简单 就是不错 直接点个赞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 还有我老婆的关心啊 没什么事了 感谢大家 哎 你们我当我老花一 老花最人一 来了 哎 嘿嘿 嘿嘿 嘿嘿